此前英国新科学家报道了西班牙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 指出科学家在对比两种相似的水母DNA时 发现了可以阻止和逆转死亡的神奇基因 而这一发现或许会造福人类 那么科学家究竟是从哪种水母身上发现的这一秘密 它又给人类留下了什么神奇的密码呢 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的高智慧生命 对于自己文明的发展和处境都是比较满意的 如果说有唯一不满意的一点 大抵就是我们短暂的寿命了 所以从古至今有数不尽的人在艰难的寻找永生之法 最初大家都侧重于寻找所谓的灵丹妙药 可随着演技的开阔 人们意识到或许我们可以像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学经 毕竟这世界上还是有不少长寿生物的 比如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动物 它不仅可以永生不死 还能返老还童 它就是上文提到的实验对象灯塔水母 灯塔水母的别名又叫做本杰明巴顿水母 因为这家伙和2008年上映的电影 繁老还童的主角有着类似的经历 都能够越活越年轻 据悉 这种水母本来生活在加勒比利区附近的海域当中 后来随着远洋船的压舱水 进入到了其他稍远一些的海域 然后开始扎根生活 它的个头并不大 直径只有4到5毫米左右 其与大多数水母一样 灯塔水母的身体也是透明的 我们可以直接透过它的皮肤 看到其内部的消化系统 正使得它就像是海水中一闪一闪的灯塔一样 所以人们便给它取了这个好听的名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好看的灯塔水母其实是一种有毒的生物 当它再与虾皮与虾线混在一起时 便会引起食物中毒 那么看起来不起眼的灯塔水母 到底是怎样保持永生不死的呢 上世纪科学家马瑞亚皮亚·米列塔 在研究中发现 这家伙的繁殖值方式非常特别 真是这种繁殖 使其生命周期直接被延长 一般来说 水母的一生主要会经历两种形态 一个是水吸形 这时的它会固定在海床 或者其他基地之上 让处处上升 进行防御和捕食 有点守住待兔的意味 另一种就是大家看到的水母型来 这时的水母会四处漂流进行捕食行动 大多数水母的一生 都是按照兽精卵 不浪幼虫 水吸体 水母体 死亡发展的 在步入性成熟之后 完成了交配任务的水母 就会丧失活力 随之死亡 可是灯塔水母就是一个特例 因为这家伙在进入水母体 步入性成熟之后 竟然又将自己变回了水吸体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就完美地跳过了死亡 进攻回到了自己的幼年时期 实现了烦恼还头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 灯塔水母是依靠 细胞转分化的方式避免死亡的 它的细胞会在这一过程中 从一个类型变为另一种类型 比如曾有人在观察受伤的水母时 就发现它在修复器官的过程中 将横纹基细胞 使用转分化的方式 便为了神经细胞 上皮细胞 平滑基细胞等等 大多数水母只能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 进行这种神奇操作 但是灯塔水母却能够将转分化功能 用在整体之上 这就使其掌握了永生的密码 当然 灯塔水母也不是每次都会选择 这种反老还头的方式进行繁殖生存 如果环境比较好 它也会选择有性繁殖的方式 那么灯塔水母实现永生的方式 到底能为人类带来是怎么样的惊喜呢 在清楚灯塔水母保持永生的原理之后 大家可能就在想 能不能将这种细胞转分化功能 直接照搬的人体上呢 我们以一个体重为75公斤的成年人为例 它体内的细胞数量虽然多达60万亿个 但是这些细胞当中的大多数 都已经进行过分化了 想再完成转分化非常困难 既然这样 事后就意味着我们无法走向永生了呢 也不要失望的太早 因为就在2012年8月 奥维多大学的科学家 帕斯·夸尔·托尔内 克萨达以及其他研究人员 将灯塔水母的最新研究成果 发表在了他们的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研究中 公布了灯塔水母的基因组图谱 为能够更好的进行对照研究 他们还选择了灯塔水母的一个进行 路布拉灯塔水母进行对比 最终发现 被重点关注的 道恩灯塔水母的基因组 出现了变异情况 最终变异让它的DNA 更擅长复制和修复 甚至说就是很擅长维护自己的端力 简单来说 在它体内与DNA修复和保护相关的基因 是另一种水母的两倍多 而这些基因就可以保护它的细胞 并且根据观察 灯塔水母还能够实现抑制细胞分裂 防止端力退化 端力是近年来人们探索 延缓衰老的关键 它位于生物染色体的末端 就像是一个保护细胞的小帽子 当端力的长度正常时 细胞就能够受到保护不会衰老 可是当端力消耗殆尽之后 细胞就会进入衰老 从而引起各种病症出现 且根据研究来看 端力的长度会伴随着年龄增长 无端被削短 当然 生物体内还会有端力酶 充当修复端力的存在 当时在人体当中的端力酶 又不能永远地保持分泌 这就导致端力还是得走向消失 而灯塔水母体内端力 受到良好维护的情况 或许就告诉了人类永生的密码 若是我们能够研究出其中的玄机 并且将其运用于人体 那么在端力不受损伤的状态下 人类寿命自然就被延长了 发表该研究的科学家认为 当前的研究成果 有可能会为再生医学 治疗癌症这方面走出贡献 至于仿照灯塔水母走上永生之路 对人类来说 还有很长的研究之路要走 此外 不知道大家在期待永生的时候 有没有认真思考 与这相对的死亡 因为自然界中大部分生物 都安于自然规律 坦然接受自己的死亡 似乎只有人类对死亡充满了畏惧 在人类还执着于不想死的时候 但我们似乎早就明白了 死亡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在死后 会将自己再还给自然 用自己的遗骸做养料 除此之外 死亡似乎也意味着轻生 因为只有旧的群体死亡 新的群体才会诞生 并且完成进化 若是最初变成现代人 那批古云是永生不死的 那么地球上还会出现人类吗 想必大家心里都知道答案 更何况 大部分人尚未准备好 面对永生的无聊 若是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活得越久 反而会越加痛苦 优优独播剧场上